客人双脚泡水放松 员工得仔细清洗过 接着手部按摩才是洗头 一次要耗费约90分钟 越是洗法 近年在国内掀起旋风 但来客数超多 还是不等于赚得多 员工平均约4万元月薪 成为指标 说明台湾薪水其实不够用 主机总处也释出最新数据 去年一整年 台湾全体受雇员工 经常性薪资45496元 是年增2.43% 但扣掉物价指数年增状况 大家实质总薪资 事实上是53189元 等于年减1.04% 是近7年来首度负成长 也是近11年来最大负成长 专家点名 最需要担忧未来行业 更是翻转一般人想象 去年看起来海运业 虽然还是高居第一名 不过整个因为这个所谓之前 塞港的运费上涨的效益 有减少情况下 虽然整个薪资还是排在第一名 不过已经有比较明显减少的一个情况 那其他去年整个外销接单 下滑的一些这种科技制造业 可能在总薪资的部分也有减少 从服务业 制造业到餐饮业 都还没逃过物价年年上涨情况 例如温体猪肉 近期平均一年会涨价三次 一斤飙涨15元 还有红葱头干 早年一斤普遍落在35元 现在许多商家是卖120元 马上又要迎来元宵节 业者说今年一碗汤圆 涨5元 八大新闻的时尚农场报道 铃声报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铃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